這個題目二零二 那這題最後亂出來 結果就是類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亂出來的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說他需要有幾個 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想跟前面類似就是說 上面的部分一定要是 年 哪一年 然後呢 A銀行 富利 所以中間就加上TAB TAB 然後這邊也加TAB 那這邊B銀行單利 那富利跟單利 那裡面的話要跑20年 20年裡面呢 比如說我的金額給多少 假設給放一 放了一個一千塊 那基本上他裡面是要預設是放一千 一千之後的話跑20年 大概就是最後如果富利跟單利 最後結果要把它秀出來 那所以這裡的話我們需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 富利計算 他是用那個 所謂的幾次方 題目裡面也有帶到 那這個地方幾次方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富利計算 就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幾次方 那如果在那個Java裡面會用到一個Math Math.power Math.power的一個這個方法 那另外的話單利部分的話就是直接乘上 乘上利率的 比如說利率的話是5%的話是0.05 OK 然後這邊特別注意就是要四捨五路整數 那你只要想到四捨五路的話 在Math裡面有一個方法叫Round 叫Round Math.Round裡面就可以把我們的結果把它做四捨五路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該怎麼賺錢 那可以跑出這樣的結果來 那首先的話當然上面部分 先輸出一個我們要的部分 所以這裡的話前面上面部分就是System.out Bringline 把這個把它輸出 那這個中間的話呢加上什麼 這個中間加上一個斜線T 然後 那斜線T讓他有一個那個Tab的效果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好 我們底下的部分就是要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從那個 其實將來你們考試的時候只有紙本 好紙本部分 那他會說請列出十年 那十年的話我剛剛的 那我們就用十年就好 十年的話你會把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想一下回圈的話基本上 你可以for i等於1到10 1到10 那範圍的話跑出來之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 裡面要跑的資料 分別就是這一個是 負利的部分 這個是負利 那負利的部分的話呢 公式就是假設是1000 1000塊的話呢就乘上什麼 乘上那個max.paw 1加上0.05的幾次方 那幾次方就根據什麼根據那個 我們的 這個i的值 也就第一年的話是一次方 兩次方 三次一直以此類推 OK 然後呢 後面的話單例部分的話就是 1加上i乘上0.5就對 這個單例是乘上0.5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乘式的部分 大概 撰寫出來 結果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 我給各位參考一下 第一個 就是 上面這部分 這個是指的是上面的標題部分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會多 出一個 這個橫線 那橫線部分的話就輸出 這個橫線 如果 題目裡面有要求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就把這個橫線做出來 如果沒有要求你就不要做了 那這個部分就是 題目裡面 那再來的話跑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for i 等於 1到 10年